好山好水好味道 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块记录台湾 在台湾美食包罗万象 有许多的异国美食都能够找得到 我们的记者彭新一和高博焱 带我们找到一间来自于东欧白俄罗斯的料理非常特殊 主厨就是白俄罗斯人 他原本是一位电脑工程师 因缘际会地来到台湾 成了游乐园里面的舞者 也让他认识了现在的太太定居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想来想去干脆卖起家乡的白俄料理 结果大受欢迎 两分钟 中午用餐时间厨房就像战场 来 加油 来 这里给你 这里无法揪桌 叮咚叮咚小姐小姐出菜 一忙起来主厨也得亲自送餐 店里大小事全都自己张罗 他的身份也成了整间店最大卖点 来自白俄罗斯的Riski 中午名字叫韦列拉 来台湾整整11年 卖的就是他的家乡味 外面比较少这种白俄罗斯的餐厅 然后来这边吃的话 就是他的装潢啊 还是说就是他的餐点料理 我是觉得就是跟其他间都不一样 白俄罗斯料理能见度低 台湾人爱尝鲜 让这间异国料理餐厅打开知名度 Riski甚至受邀上美食节目 我要挑战的厨师是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 好白喔 等一下 对 我跟妳讲白俄罗斯 真的不要打 Riski 真的不要打咬 韩宝应该是德国 韩宝是德国 韩宝应该是伊朗 对 你们那个都不行 没关系 我给你们干很容易的东西的 金岛茜很会搞笑又很上向 再加上烧的一手好菜 让他成为节目的固定来宾 看 我们有这个 这个的意思吗 有没有 我的天啊 我们要吃吃宵夜哦 快 好 我记得一直去我们拍二十多个小时 二十多个小时 对 我们来早上差不多八九天 然后六天 我回家 然后六点 很累 我要开 开车去台北 然后等一下回来 早上我要去买菜 对 给客人的吃东西 所以很累 没有睡觉 每个礼拜他都会开车 北上露营 这是要让更多人认识 白俄罗斯菜 每一位 第一个马铃薯 第二个用鱼 鱼 第三个用烘热泡 第四个用鸡蛋的蛋白质 第五个用马铃薯菜 不同食材分层装在高脚杯 上头还有番茄和黑橄榄装饰 看起来就像是一道甜点 不过Risky说 在白俄罗斯有五成以上的餐点 还是以肉类为主 新鲜鲜鲜鲜鲜肉 烤到表皮金黄 肉汁在铁板上 以此作响 搭配青椒 洋葱 红椒 色香味俱全 而这美味的关键就在酱料 烟五个小时 对 所以腌的酱也很特别 有 有 很在便宜 我不要跟你說 你不說 我跟你說 我要殺你 獨家醬料鏡頭前不能說 他私下透露 這個醬汁只能小小洩密 這裡頭加了些許蒜末 剩下的就是家傳的神祕香料 除了烤肉串 是店內人氣餐點 另外還有這個肉丸子 也是許多客人的最愛 白俄羅斯的傳統手工肉丸子 手工肉丸子 手工肉丸子 對 吃起來 你很厲害 很厲害 你的俄羅斯的中午很棒 手工肉丸子 牛豬比例 1比1 中間爆了奶油 吃起來紮實又多了濕潤的口感 明天要拿8個 8個菲莉 好 晚上切菜給我 明天要什麼買 早上我去買菜 要切到禮拜四的 好 要拿6吧 6 要8個 看一下 今天有沒有買很多 可以拿8個 因為沒有買很多 拿6個 我明天早上去 阿明早上 Riski現在有兩間餐廳 都在台中 其實他在拿鍋鏟菜刀之前 在白俄羅斯 可是一位電腦工程師 因為朋友邀約 在暑假到台灣玩 意外成了一個舞蹈員 熱愛表演的他 簡直成了樂園代言人 也曾經上過綜藝節目 然後 待了一段時間 所以他們最喜歡吃的台灣菜 OK 你別人知道 What's your favorite Taiwanese food?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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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剛來台灣的他 很快地融入台灣文化 這個時候還遇到了 他的真命天女 你的名字嗎? Ang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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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住在哪裡? 你住在哪裡? 我住在台中 她住在台中 她住在台中 台中 這個女孩叫林寅君 澳洲昆士蘭大學舞蹈系畢業後 到遊樂園的舞團工作 與白俄羅斯的Risky 相識相戀 把她留在台灣 因為其實舞團的同事 其實年紀都非常輕 然後她是 應該算是比較年長的 然後她又不太愛講話 看起來比較兇一點 也沒兇 可是認識之後還滿好笑的 可能是我們在舞團的時候 其實表演都很累 然後表演後都很餓 胃口也特別好 也許是這樣 但是她就是還滿積極的 就是會準備吃的啦 幽默又會下廚 很快的就成功 擄獲芳心 兩個人交往半年 閃電結婚 生了三個可愛的混血兒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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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Lisa今年六歲 妹妹Lina四歲 兩姐妹讀同一所學校 Risky儘管每天工作再忙 都要親自接她們上下課 有沒有吃什麼 有 妳能聽聽吃什麼 菜菜 菜菜 哪一個菜菜 高律菜 高律菜 棒 愛家的Risky沒有大男人的架子 除了疼愛這兩個寶貝女兒 還有最小的男孩Max 她們會特別黏爸爸嗎 不會 她比較會找我啦 可能她們覺得我比較好講話 可是只要有真的問題的時候 她們就說 煮飯 為什麼是妳煮飯 妳不是廚師啊 爸爸才是啊 那如果是有什麼家裡 有什麼狀況 趕快叫爸爸 他們知道危機處理是爸爸 這樣 家裡有個小庭院 Risky和太太每天都會在這裡 陪小孩玩 也會到魚池餵魚 等到天色暗了 吃過晚餐 就換她做功課了 一起學作業 OK 妳太小了 妳聽不懂 我一樣聽不懂 當她上節目之後 開始琴練中文 為了搞懂綜藝節目的 笑點和節奏 都會看電視學中文 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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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都看電視很感謝 哪裡我不知道什麼我寫 俄羅斯的中文拼音 所以晚上問我老婆 寫什麼東西 聽到不懂的字 全寫在紙上 每天都要寫20個單字 她的太太就是她的中文老師 很爛的中文老師 為什麼要說很爛的中文老師 因為她覺得我很沒耐性 她覺得中文的那個 平字耳末就是有四個音 有上就是那種一揚頓錯 她就覺得每個音都一樣 自從她來到台灣後 始終努力克服語言障礙 婚後更跟著岳父 開始學習做菜 她很聰明 她學東西很快 她以前也學過日本料理 來日本料理店也學過 就是她想要的東西 她很快就學會了 我們做日本料理 我們的生意比較好 夏天真的很慢 我們做很多不一樣的日本的菜 和我們做日本的廳食 很累了 客人很多 日本料理賣了三年 後來很多客人都想嘗嘗 她的家鄉菜 這時候才開了白俄羅斯餐廳 現在又推出了 俄羅斯娃娃造型的鳳梨酥 獲得好評 為了應付中秋節龐大訂單 岳父和Risky一起做鳳梨酥 忙歸忙 但在公休日的時候 全家人還會一起去釣魚 家庭事業兩得意 雖然現在餐廳都步上軌道 但是她還是有所堅持 好 這個菜市場 我們在早上去買菜 現在八點的 可以一起去買好不好 餐廳的菜不是向廠商叫的 都是每天一大早 親自去菜市場買的 天菜的買多少 天菜 洋蔥 天菜 天菜根喔 天菜根那個28塊呢 好 紅蘿蔔你要多少 那個喔 310耶 所以便宜 好 謝謝 不要開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 一個外國人熟門熟路的 走在菜市場 哪些菜在哪個攤位 他都規劃出自己的採買動線 怎麼挑菜也很有一套 很好的客人 怎麼說 阿沙里啊 阿沙里 都不會砍價是不是 不會 我們最便宜的價錢賣給他 因為他是外國人比較特別 對啊 我們都用顏色來區別啊 什麼區別 呃 九層塔 就是他就講葉子 葉子 對 然後紅蔥頭 我們就講 他就講紅的 很好啊 很帥啊 對啊 這邊應該很少看到外國人來這邊買菜 很少 可能只有他吧 對 這個很好吃台灣的馬鈴薯 在最有台灣味的菜市場 竟把閉眼的Risky很引人注目 但他就像個道地的台灣人 生活在這片土地 把一萬公里外的家鄉美味 帶到台灣 歡迎回到紀錄台灣 中秋節的角度近了 不知道觀眾朋友 是不是也開始張羅月餅啦 文旦啦 這些應景的食物呢 在這一集的節目 我們帶您拜訪了台南麻豆的文旦世家 傳承六代的清甜滋味 讓麻豆文旦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另外呢 我們也帶您拜訪了傳承第三代的活魚料理 即使留美歸國外型出眾 但身為第三代的何宜德 依舊決定結響家業 傳承好手藝 傳承是一種延續家族精神的使命 好香好水好味道 不要忘記每週日晚間十一點鐘 同一時間跟我們繼續的一塊紀錄台灣 我是周玉琴 再會 請支持